都很清楚 这个是不是开始 也不是结束 这个也不是什么收网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人 会陆陆续续的这样子做 未来的路会非常艰难 这个不只是一个黎智英 或者说黄之锋的问题 也不只是黄国同的问题 而是说所有香港人 都会遇到这样的 一个非常大的打压 至早现在看起来 香港想要回到过去 那个民主自由的时代 看起来显然是非常的难 但是我觉得港人 也不用说完全就是绝望 就是说因为第一个 世界各国其实还是很关注 关注香港的议题 特别是欧美这些民主国家 他们对香港的这个 对中国的这个野蛮的行为 极力的谴责 特别是国安法上路之后 有非常显著的撤离 撤离可能到这个新加坡 还有其他的东南亚 那另外就是中国 他希望就是说 未来等到这个情势稳定之后 他还是希望香港能够继续担任 这个外资进出中国的门户 如果离开香港只能够藏于酒地之下 这个没有办法在那个好像寒冬中 冻土之上你会被冻伤 你只会继续藏到深 然后共产党会一层一层的挖这个冻土 另外一线是可能在国外 到别的地方去 那到别的地方去 比方说去胜出台湾 或者胜出美国 加拿大澳洲 纽西兰英国 他们能够发挥的东西就更多 因为他们能够去自由的发言 自由接收资讯 就算不是说做什么公民外交 也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一个 团结不同的社群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说 应该要有一个这样的架势 来去做事情 就像我们过去台湾海外的黑名单一样 能走的已经走的 那现在这一批 我看大概也走不了 因为已经都被点名 被做上记号 所以即便他们想要出关 想要出境 我看十之八九也离不开 不可能中国完完全全的都不顾虑到国际舆论的压力 特别上经济的封锁 贸易的贸易的这种制裁等等 所以我觉得持续的下去 持续的关心 大家还是要有一定的信心 那如果说将来北京呢 还是希望香港继续扮演 这个外资进出 这个中国的门户的话 它必须要设法建立这些外资的信心 因为过去香港呢 它之所以说 有这样子的一个金融中心的地位 最主要就是说 它相关的法规是相当的自由 那是英国留下来的体系 可是现在呢 规范越来越严谨 那这个其实会对外资 特别是想要在香港 从事这个金融服务业的这些外资呢 却步 谢谢大家